这次我们帮凯西小姐做的居家改造 我们看一下她的空间整个 缓慢一些 缓慢一点 其实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困扰 就觉得自己的家里越住越小 然后越住越窄 一开始大家可以看到原本的影片 就是这边呢 是一个超级大的电视柜 因为很小你很喜欢一些装饰品 就会放很多装饰品啊 然后可是又占了很大的一个地面的空间 然后所以呢我们她其实很想要让空间宽敞一点 想要邀请多一点朋友来家里玩 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点调整 把大的电视柜变成一道储藏室去做收纳的功能 那这边呢用层架来展示她的这些美好的装饰品 所以这样子呢家里呢就感觉比较不会到处都是杂物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收纳区 那在这个家呢大部分的收纳会在两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呢是我生活的这一个收纳墙 那这个收纳墙里头就会把原本在电视柜里头 很多像是她的桌游啊日常用品啊文件啊全部都收纳到里面来 然后她的书也会在这里 那上面还很巧妙的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展示 她一些玻璃板件的地方 那这边呢其实这边的那个空间呢都还蛮充满就够她放的 还有些空间你看之后还可以继续放 那原本那个进来房子的时候 那时候她会有一个挂零食衣物的地方 那我们就把它移到这里来 就是她让这一整区呢就是做她储藏的空间 所以呢要有看起来比较多东西比较乱的感觉 就比多是在这一块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主要就是希望让大家把这个空间的功能 做一个比独立专职的一个状态 像这一块就是收纳区 储藏室就是收纳 那另外我们的客厅呢再也不是用来收纳杂物 而是收纳我们的心情 收纳我们和家人朋友之间共同美好 唯一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客厅 在精简了收纳之后 它变成了一个更宽敞 然后更可以让家人一起凝聚 让朋友一起来玩的一个美好的空间 好呢怎么样用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让整个家里的装潢升级呢 我觉得墙壁的漆很重要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用了一个斯曼特漆 在这个主墙上面 那让整个的空间的宽阔感 还有挑高的感觉是提升 它会有一种视觉放大的感觉 然后也会让这边变成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 那像那个凯西小姐朋友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对这个面墙都是赞誉有加 而且最棒的是 这个凯西小姐也可以自己做 它也有参与在当中 非常的有成就感哦 你知道吗 其实啊家里换一盏灯呢 就会让家里的整个状态呢 变得很不一样 像我们帮凯西小姐 把他原本这边的一个风扇灯换掉以后 原本的风扇灯是比较 嗯 光照比较不足的 然后但是我们换了这个 柔焦闪光的一个 轨道的上去以后 它整个空间就明亮了起来 然后它会觉得很舒服 而且现在的这样子的那种 LED柔焦的闪光的那种灯呢 其实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的灯 就是光线非常的 这个光的线条非常的死板 而是非常柔和的 散落在整个空间里头 那另外呢 我们也用了这样子的灯 做为凯西小姐很喜欢展示 它的一些明信片啊 或者是一些小画图的地方 凯西小姐家呢 原本的采光是蛮亮的 只是呢 过去没有好好去善用它 那我们这一次呢 特别使用了这样子的白纱帘 去把它穿坏所有的光 都引到室内来 其实就等于让白纱帘的白镜 加上外面的自然采光 让整个室内的空间呢 感觉非常的 应该怎么说 非常的明亮 就像现在这样 而且最棒的是 这样子的纱帘啊 它的领域性其实是够的 所以即使是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 只要一层这样子的帘子 就可以让住在家里的人 非常的有安全感 不怕被砍光光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样的内容 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然后也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那我们几天后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